一可的优点 你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拥有了 姐 你 你不是睡着了吗 看她的表情 一定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 都怪学校文这家伙 我有点口渴 所以醒了 你是来带我回去的吗 王一涵 有空考个聊天资格证 或者学着提高一下情商 你这嘴沾得太臭了 一可今天不会跟你回去 死了这条心吧 我家的事你少管 请回 徐晓文 我们打个赌吧 一可一定会跟我乖乖回去的 婚期就要进了 我就当你婚前恐惧 出来散心了 今天我就先回去了 喝了酒早点睡吧 你姐说什么不必放在心上 安心住下就行 嗯 谢谢你 我睡觉去了 晚安 刚才不应该说那些话 否则也不会让一可难堪了 我的小电驴 修女花了我二百大洋 我求你再坚持坚持 千万别再坏了 诶 徐晓文 我们一起进去吧 之前入职培训的时候 疼没怎么聊过 你以后还要继续送外卖吗 哦 是啊 你平时都送哪个片区啊 嗯 都送吧 去离家近的送的多 哦 对了 那天春华和春田那一拳 打得也太狠了 你看着还行啊 没受什么伤 啊 我从小恢复力就比较强 那真是蛮厉害的 这小子怎么这么关心我啊 前几天自我介绍的时候 大家都介绍了自己的能力 就差你了 我算是精神系吧 精神 闪电被扭曲吸收了 行天兴 你终于看浪面了 做好以死谢罪的觉悟了吗 原家小少爷 我有什么罪 明明是你们动手在线 不过是死了一个姐姐 有必要拉着我所有兄弟陪葬吗 况且我们不过是拿钱办事 你有本事去找幕后黑手啊 幕后黑手是谁 鬼才知道 就做真将 这 不关我的事跟我没关系 不关我的事 不过 有点不妙啊 这不是换小杀手啊 哼 上条当麻后继有人啊 原哲这样单自然系的能力者 遇到他 真是倒了大美 臭小子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能把我所有兄弟给弄死 不过如此 怎么办 见死不救不是我的性格 他应该是个不错的人吧 姐姐好像死得很惨 去死吧 看来还是挺有劲的嘛 竟然用电机强化自己的肉体 还真是个不怕疼的臭小鬼 再问你一遍 你说的那个木虎黑手 到底是谁 一个死人 知道秘密又能做什么 就算强化了 又 这好小子 你竟敢打我的脸 知道老子在脸上花了多少钱吗 怎么回事 居然 告诉我 木虎黑手 是谁 你